幾兄弟其實在很多年前 一二、一三年已經想一起拍一部戲 但是只說沒有什麼實行 大家都這麼喜歡看《滑仔》 都是想重新拍一部戲 但是沒有一個方向 一起拍戲 但是不知道拍什麼 希望有些新的東西 誰知有了現場會 不好意思 原來觀眾都挺瘦落的 市場都需要 直至我記得應該是一、五年左右 真是多得拍一部 真是志偉先生 吃飯 教演就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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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一起拍一齊 大家都想看一部戲 是呀 哪裡來拍 做了誰拍 不求人 當然有教育 是嗎 其實我都期待教育自己拍 但是他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先來看自己 因為他不斷為看人做價值場 不斷為幫人做武術指導 但是他做好舒服,直到他的職責是一個大公務 就是因為他要做動作,他就叫他在這裏,你不用工作,我給你一塊錢 為什麼他這麼受歡迎呢? 就因為真的那些導演說,你一做動作就交給你了,我叫文革佛教 就是他幫你一塊錢,連文理,連什麼錢錢,所有要舒舒服服,你給錢就行了 我們是時候,因為以前,加上很多年前,他有做過動員,那時候他才再沒成熟 那時候我們就被人拿了,他搞了一個大議 到現在我覺得他真是成熟,因為很多人都不覺得很熟